大家好,我是Fair 經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就跟大家看看東西外的standard 我又不去進行細節 在東岸方面比較有趣 頭四隊都是四勝一賦 第一是七六人 第二是Magic 第三是Pacer 第四是Hox 這四隊裡面暫時表現得最穩陣 最穩陣最穩定 好像是Hox 當然Rondo開始打兩場之後 Rondo開始打兩場之後 無論他自己的表現和指揮 不是指揮球隊 不過幫助對球隊的戰術上 各方面年輕人球員的提醒 指導都非常度假 所以你會看到 整場球Hox打得比之前更加成熟 我覺得暫時Trey Young也是不錯的 但就算是John Collins 你會看到 就算是Reddish 表現得也是不錯的 即是他在年輕人打幾年之後 都發展得不錯 Capella已經慢慢出來了 陣容的完整性和深度來講 現在是OK的 真的不差 所以今年應該 Hox10季後賽的機會都很大 但還是那一句 第一年會走多遠 我覺得未必可以很遠 始終季後賽壓力都很不同 所以他未打入季後賽的情況下 我覺得Hox的陣容 雖然今年是比較完整 但會走得遠 至於走得很遠 Pacer 而是暫時來說 都算是打得不錯 當然還是有點起伏 今年Sabonus 就真的打得很熱 已經很多場都是 scrolling leader 自己的隊 反而 Dippo 打得很沉沉的 T.J. Rowan一場一場 都是課賣的 接了Bubble之後 他的實力都是不錯的 其他球員方面 都是一些 弓兵型 球員堆居多 Mile Turnus 整體來說 Stat就一般 但 整隊球運動起來 他們都是有回一套 比較有驚喜的 就是Orlando Magic Orlando Magic 今年 其實都是靠 Yomaki Fools 好像打起 所以 整隊球員 實在有一個增長 Maki Fools 是一個經典 當時 大家沒有想過 會找他 第三號Chimp 換了他回來 他當時是撞完Chimp 第三號Chimp 是誰呢? 那是Jason Tater 現在拿得頂身 所以沒有人想到 還要貼錢買 買他回來 但今年 剪轉間 即是當手怪病 剪轉間 現在去到Orlando Magic 這一年 就好像打起了 無論切入 身體的質素 好像都不錯 見到他有幾個 裝置都幾難度高 所以他身體調節都幾好 怪病看來都不太嚴峻 再加上原本的陣容 都可以 所以Maki Fools 無法起 就 somehow 令到Magic 打得好些 但這幾場 都不是特別強的隊伍 所以 暫時我都可以 暫時有些水分 不要太過 適合 七六人 其實這個變陣 都幾好 我覺得 今次這個變陣 是幾合理的 整件事來講 就是 七六人 今次換了三分射手 換了 Sap Query 以及 Danny Green 再加上 去補強 Dawing Howard 這個陣容 七六人 無論在進攻 防守方面 都幾完整 而現在其實最重要 就是 因為 Sap Query 出的打正選 無程度上 是補救了 Ben Seaman 這個沒有外線的問題 現在Ben Seaman 你會見到他打法很有趣 Ben Seaman 現在打了小前鋒的位置 控球前鋒 或者小前鋒的位置 這樣去推進 再加上 Danny Green 手外線 Tobias Harris 和他兩個 多人打Wing 這是一個改動 但現在 你會見到 一個情況就是 就是 Ben Seaman 經常被人荒廢了 雖然他打到一邊 他有時經常都站在Wing Side 你會見到 就是 很多時間的用力 和之前 差了很遠 我想他一定是 少了鬼 因為他這樣用法 遲早用用下 就等於不用一樣 都是打得不錯的 後備 變了一路逼上來的時候 究竟 Ben Seaman 繼續不投射 空間和位置 有什麼 但當然他都有射 好像射了三分 大家拍完手掌 一連射三個三分 拍完手掌 好像中鋒的時 會發生 好像前鋒的 這個問題 始終要解決 實錄人 的確在調整上面 是 今年的陣容 算是挺不錯的 所以 可以留意 另外 三隊的成績 一開完之後 反而比較失望 Nex 就挺有趣的 其實他打完頭三場 火龍火六 氣勢上很厲害 這三場就回了堂 這個反而是D-Wing 一傷了之後 其實他實際上 在球場上 那個球拳 又比以前少了很多 但沒有他之後 就不斷輸 這個挺有趣的 真的 某程度上他開了火 又比以前少 他用球又比以前少 後備的力量 又這麼大的情況下 反而一直都贏不了球 這幾場裡面 真的不知道他搞什麼 但始終來講 KD和Irvin 好像有個過關單單能力 真的非常之強 所以 令到一個 原本陣容 很完整的情況下 如果是在做一個 單打的方法 在任何一隊 即使在季後賽 都很難防 如果這樣打法 這個叫做 死神系列 真的不太好搞 對正他 因為Joe Harris 有了三分 就算Sherman 有些三分 都不勉勉強 所以整隊球 陣容 又是非常之完整的一隊 那就看一下 Steve Nash 可以怎樣帶 另外兩隊 比較失望 又是Celtic Bucks Bucks 今年其實理論上 應該都幾強 即使怎樣都好 都換了Jit Holiday 其實他 你見到他打的防守 都很強勁 但是 他本身的投射問題 都不錯 控球量也不錯 今年的成績 又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有幾場都挺有趣的 例如對熱火 他們創了三分球紀錄 但是 那一場Yannis 就得9分 又是全靈得他沒有入的3分 但是第二場 他打了很多 但是就輸了給熱火 好像每次Yannis發火 對球就關火了 反而 現在Middleton 其實是打得挺好的 Middleton 是叫做快入局 但是 對球 就好像不太適應 這個 的節奏 你看到 其實都算是大起大落 整隊球 現在的情況 可能都還要 一點點調整 整隊球的陣容 又不是真的 比去年差了那麼多 但是又真的 不知道什麼出來的效果 反而 Saintix 現在的情況 就被人比較憂慮 當然很多人都會覺得 Campard Walker 是沒有在 但是 你要他回來的時候 他攻守兩端 他攻強都手弱 變成 都是叫做一加一減的 整隊球 沒有他 all switch 會打得好一點 但是 Trustine Thompson 都入了來 理論上 就沒有在防守端 裡面差了 但是 其實你看到 如果用了 雙J做這個 火力的起火點 效果 其實都是 一本一半 他們都有強的地方 有一場 Jalen Brown打得很好 拿42分一場 真的很輕鬆 但你會看到 其實一直來講 都是 每天都輸 在金屬力 連這個Detroit都輸 所以 真的有點古怪 他們的調整 也是需要一些時間 這個也反映了 其實 海星哥 會不會真的有用呢 這隊球 可能就是 沒有一個串連的人物 而且 你會看到 其實他們真的沒有 他們沒有一個 非常熟練空球 不是一個 視野很好的球員 這個也是真的 Jason Tatum 和Jaren Brown 都不是那種人 再加上 Marcus Smart 那種 都不是那種 可能是防守 比較樂力 Jeff T 除了第一場之外 又很好 所以 就變成 整隊 Boston 進退失據了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有些寄望 Hornet 或者 佐敦班主 會不會都會有些看頭呢 Lamelo Boss 就不是打得那麼他 都可以的 雖然頭那兩三場 沒什麼分 但之後那兩場 都要Pick up 打得不錯 前陣子的頭射都幾多 他都一場十幾個 射了 所以始終他Pick up 都會來得到的 反而最飄是 Roshia Roshia 可以一場 命中都可以七八成 一場 所以 如果他這樣打下去 整隊球的表現 就會很Depend Roshia 到底是否起火 Roshia 原本那個 在波城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打得不錯 但是 來到這個Sherlott 表現 真的比較普遍 這個 會成為一隊 球的決勝關鍵 因為 Gordon Haywood 也算是挺平穩 有沒有 特別好 特別差的情況 他的實力在那裡 就是差不多 但是 很Depend 跟其他人 到底是甚麼環境 就是 X-Factor 就變成Roshia 之後穩定一點 可以看回整隊 Sherlott 在今年 抗軍的情況下 有沒有得打 Nex 也是這樣 其實很快都不見了 贏了兩場都可以不太理會 他的 新人前鋒 還會傷了 我記得他沒有記錯 所以我也沒有留意他的新聞 今年好像說 Elf Words 打得不錯 但是 Toppie 好像是否傷了 我好像看 不知心理會傷 但是 其實整體來說 應該是Nex 那 Miami Hits 今年也是非常之慢 我覺得他最傷 應該是沒有了 J Croud 所以 防守方面 比肯定弱了很多 最初 Avelyn Gradley 也挺得了 但是 可能在一個後腹後衛端 做到 但是在後場方面 始終也算是 受了很大的 傷害 J Croud J Croud 他一身 身席的確是好很多 所以 你可以看到 J Croud 自己的能量 在哪裏 今年 起用了多了 Lennon 多了 打中鋒 Adebio 打到4號位 比較多 Jimmy Butler 是有幾場傷了 但出來之後 其實他的勝率 都是一勝一負 都不是特別突出 現在 打到Iguodella 要打正選 我不覺得他很缺人 但是 好像總是差了一點 Hutless Olinic 有一些人 其實都融開 但是今年的發洛作用 好像 就沒有去年 打季後賽 那麼火不火 可能是比較慢熱 一點 要被一些人 但整體來說 最亮眼的Dragic 都還在 所以 都不用太擔心 最後這四隊 都沒什麼好說 Chicago 維持得上進 沒什麼特別 Toronto Raptors 沒有了兩個 大中鋒之後 真的大奶 沒有了Ibacca加 這個家嫂之後 就真的 紮紮地 整隊球 被人打散了 我覺得他主力 都是培養一些 叫做年輕的球員 當然就變成紅了 Chris Boucher 叫做 威哈 都很多Block Shot 那些方面的事情 會培訓 可能 OG Anubi 還有 Ciacom 當然實力來講 就被大幅削弱的了 現在 你見到Fanfit 就會揹起重飛 卡爾朗瑞 去到今年就好像有合約年了 所以 會盡量表現的 但是 今年的 整隊球 Raptors 可能和計算第二 的距離 相差幾遠 以他現在的走勢 應該都入不到季後賽多 因為 真的虐了幾多 DToronto Preston 也是差不多 也沒什麼好說 你見Daryl Rose 無論多勇俊都好 其實都是 贏 都是輸多贏少的 最有趣 就是Visar Russell Redswood 一去了之後 其實他不斷狂 拿Triple Double 但是對球 不斷輸 終於去到 我現在說今天 其實你聽到是昨天 就是 終於贏回一場 變成Sota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 他對球的實力 就真的不差 這樣才搞笑 其實 Visar會帶到對球 還是帶不到對球 這個就是好誠的疑問 因為 最近贏的那場 就是我不計算今天那場 最近贏的那場 我覺得是 Russell Reds 決勝那場 The Brady Bill 那場都打得不錯 雖然最後最後輸了 但是第三場 我記得好像是 那場是最接近的 會贏的 但是 Russell Redswood出來 會否是因為 其實他的大節奏打得太快 或者是 你知Russell Redswood 在四個賽事上 會選到第五個出來 所以 會否是全球太詭異 整對球 形態上不太合 這個 可能是一個 需要大幅磨合的問題 他已經有八川女 今年他那個新人 其實好像打到現在開始 就好像慢慢 差了一點 要適應一下 但是其實他的實力都很強 所以 Adija 都是要期待一下 長期狂出 這個 Thomas Bryan打架的感覺 我覺得他都OK 從小到晚都要打架 感覺上 這個 會不會再有調整 我覺得 有機會 但是你說對球的硬件 是不是很差 又不是真的很差 Platoons 這三分 已經是拉闊了 範圍很多 再加上 Russell Redswood 已經不用再局限於 以他的三分進程度 已經是一大進展 Grady Brewer 這個 其他人 配搭來說 都幾全能 我見到他都不少於 三四個全能型的球員 可能 Washington 如果隔了十場 八場之後 戰爭可能會慢慢上來 但是都可能在邊緣 即是在 入到國有賽道 進不到邊緣 那裏掙扎一下 但是我覺得他會好一點 因為整體來說 他的人腳的實力是不錯的 Anyway 今天就講到東岸 明天就再錄華西岸 今天就在這裏 留意一下 什麼問題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 our channel 這樣就算是相關的 拜拜